請委員參與會議資料第 3 頁 1. 宣讀蔡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 1 領三次會議記錄 結論 1. 有關審議案 3 指向施定古蹟鄰近戶國船 4 古蹟範圍審議案 結論 1 花壺 1 2 花壺 3 1. 變更後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上為之面積及地號至副圖 1 古蹟令著土地上為圖 現行目指 1. 變更範圍說明文字 依據現有圍牆連結之道理石後方至入口處 2. 連接花國園區北側既有欄杆 園區步道予以修正 3. 修正後現行副圖 1 2. 余則同意被查 3. 報告案 案 1. 直轄市定古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道成教會 唐新建工程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直轄市定古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道成教會 唐新建工程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所列的破壞古蹟至完整 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觀欄貪道至於同意被查 審議案 案 1. 李春生紀念基督長老教會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指定李春生紀念基督長老教會 為直轄市定古蹟 有關登錄理由名稱等請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古蹟指定及被直審查辦法 代理後續事宜 案 2. 民權西路242244號 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致同意決議如下 1. 民權西路242244號 建物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不指定古蹟 不登錄歷史建築 經驗建築 並解除列策 2. 本案建物留間直轄市定古蹟 也憑基督教會 後續拆除及興建工程 請申設單位 因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 移送古蹟保護計畫 及建築設計方案 送文化局審查 3. 建請申設單位 將建物原有利面特色 及元素融入 及保留利面民宿 食物展示等事項 並同納入設計考量 案 3. 前三軍總議院 十字樓及周邊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 以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登錄前三軍總議院 十字樓及周邊建物 為歷史建築 和登錄理由名稱等 請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錄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帶來後續事宜 案 4. 政治大學滑南星 登錄聚落建築群公告事項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 以致同意決議如下 1. 聚落建築群公告事項 名稱 種類 公告事項等 請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聚落建築群登錄廢紙審查 及輔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案 5. 歷史建築建壇四旁 新建工程案 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所列 有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官來通告之餘 審議通過 2. 請深受單位依據委員意見 提送歷史建築保護 及監測計畫 與文化局辦理後續 案 6. 領域塘庫居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依據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以下 1. 同意登錄領域塘庫居為紀念建築 登錄名稱 種類 位置等事項 請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 會值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後續 案 7. 直轄市定古基南港台電倉庫 古基定著土地範圍 替庫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及修復在內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變更直轄市定古基南港台電倉庫名稱 古基定著土地範圍 有關公告事項的部分請委員參閱 2. 同意登錄A13倉庫 批庫為歷史建築 名稱 種類 位置等事項 請委員參閱 3. 直轄市定古基南港台電倉庫 修復在內用計畫審查通過 4. 短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古基指定及廢紙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以上 請委員拜託 是 好 各委員們你們修治的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我願意非常 這期間在外面講話 整理案一 案由直轄市定古基草本醫院 修復在自由計畫審查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24條古基修復及再利用辦法 第13條辦理 案例情形 1. 本局於105年1月29日公告指定 朝北醫院為本市市定古基 通告資料想付建議 2. 本案是本局於105年度私有文化資產補助案 本局補助朝北醫院三會所有全人 共計新台幣76萬5550元 辦理朝北醫院修復在利用計畫案 本案由所有全人委託許派窮建築史事務所辦理 105年12月15日 所有人提送該計畫報告書 本局於106年1月20日 邀請專家學者召開本案專案小組 其中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 本案其中報告原則同意通過 有關委員提出意見 請納入期末報告補充或修正 修正後期末報告書 並檢付總理表臂力檢核 會議記錄請委員翔附件2 3. 所有全人於106年7月20日 檢送期末報告書 本局於106年8月18日 邀請委員召開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會議記錄請委員翔附件3 結論為 本案期末報告原則同意通過 有關委員提出意見 請納入總結報告補充或修正 修正後期末報告書 經本局專親委員協助書面 附審後 委員同意通過 相關需補充的意見 經本局初步檢視 同意修正完成 後續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提送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審查後辦理總結報告書 應致事宜 請委員想附件4 4 今日本案依據古蹟修復期在六半碼 第13條 提送本審議會審議 這是105年1月29日 朝北醫院的公告 那本案都市計畫主力使用本軍商刺客 這是現況的照片 謝謝 那現在就有 許派從建築師為大家報告 朝北醫院修復期再利用計畫 今日審查後 將一決議 據辦理後續修復期再利用事宜 那修復報告書 總共7本會環保金 還請兩位委員工看 謝謝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許派從建築師 那以下簡略報告 簡略報告 朝北醫院修復再利用計畫 歷史部分 我們會盡量簡短快 然後最主要會關在修復部分 修復的原則和 台北醫院計畫的部分 那第一個是 這位朝北醫院的修復再利用計畫 按照修復再利用辦法 相規定 以下章節辦理 那他的內容如下 那朝北醫院他會在 青山工協對面 前面剛好是那個 紅小猩猩猩 然後後來因為火災後 才叫目前隱災 才叫路路 只要復票 然後 由這張圖可以看出來 以那個西洋魯為見 大部分的漢人的醫院 都會在朝北醫院復應這一遍 那城內的醫院 其實在西門町那邊 都會提供日本人的使用 那李朝北先生 初步正在宜蘭 然後後來 陸陸續續在日本的 醫學院 就讀和取得相關的資格 那這個是唯一的 留著一張李朝北先生的照片 那後面 是那個朝北醫院的門口 那以下 以下部分來講 這是他曾經 擔任過市議員 所以這是議員的合影 然後 然後 這也是議員的合影 然後 這是他的相關的文件 目前這些文件 在我們在清理朝北醫院的時候 其實都還留著 以後會變成相關的文件 留置在朝北醫院裡面成列 那以下說明他的建築相關環境的部分 那就這個來講 這次控照圖 可以看到 朝北醫院剛好在桂陽街 跟西洋路叫喬哈口 當時房子在蓋的時候 西洋路其實不用開 那他的位置剛好在新山峰的鞋櫃面 那這個是我們在裡面去撤會的 他的使用 基本上來講 一樓是醫院 二樓跟三樓是他們的使用的空間 那當時 這棟房子在蓋的時候 其實朝北醫院後面所有的 都是屬於離家所有 那連齊樓部分都會屬離他所有 那特別要說的是 原先在廣告裡面的三樓部分 本來以為是違建 後來我們調查來講 他其實是那個朝北醫院的 他們使用的復房 那這是根據房盤結果 他們自己所及的那個 當時朝北醫院的等級空間使用 那其實雖然他是那一顆復刻 其實離朝北線上是什麼症狀性都看 那在外面一定的裝飾來講 他跟仁安醫院是差不多年代所興建 那素有北仁安南朝北之城 可是舊層的外觀形式來講 他意面的滑桶跟一些的裝飾來講 其實比仁安醫院要來的細緻 然後這是他的結構概況 那他房主要奇怪的是 他室內空間其實比外面空間來的小 那這個標示的部分是他混凝固造的位置 可是在房子裡面來講 大部分其實是專強的專注 所以他的隔壁的郵局拆除之後 其實這個房子變成是一個獨立的結構 所以他其實也有些危險的狀況 那橫向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穆航帝 擺包含他的烏龕等等之類的東西 那不僅是養和華所蓋 但是因為可能是前後不同時期所蓋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完整的而是不同坡面 其實呈現比較混亂的系統 那因為漏水部分 所以所有全人上邊用鐵鋪蓋了 所以底下的耳陽和華所蓋得非常的嚴重 那在後來原本是屬於家屬於 但是在102年已經中間部分已經賣給外信 所以在我們的修復 後續的修復來講必須用三個單元來處理 因為外信部分來講他已經很表明說 他不希望跟你家的兩邊的 有在設備上或產權上有任何的交格 好 那以下說明一下其他的事項 那這個是國化資產相關分析 那我們把整個超北院分成兩集 第一個是他外觀部分 另一面鑄頭裝飾跟山藍部分 這是他最為精彩的部分 也是烈維生絕對應該絕對保存部分 第二集是他的內部構造非常完整 內部構造的格局雖然完整 但是涉及到他因為產權於分割 所以我們覺得在內部的格件部分 與其部分的調整跟整修 好 那這一部分是他的相關法律之間 他屬於住宅區 然後雖然建幣率零高2%90 那我們送建議計畫之後 發展局建議是直接用文字法派出 那消防部份已經送消防局同意 然後會增設面火器照明燈 跟住宅用火災面火器十次等 然後其他部分依據那個 因應計畫的風險評估來講的話 他其實火災風險比較高 這也是我們加強了他後續的火災的部分的處理 然後這個是在消防局已經原則同意的消防局 那後續我們會請消防設備司機 去送他的勘驗跟下的事件 那結果部分來講 因為他郵局院的部分已經沒有任何的東西了 所以我們在近年度提及的結構武牆計畫 包括曾攝影道居紅色的武牆 作為避免他的方式 因為太常偷取 那上面做了圈梁所持 這個結構可以圈在一起 怕說一旦開始屋頂洩瓦的時候 整個磚牆會散掉 那休閉原則如下 基本上他屋頂上面瓦破壞的結尾嚴重 所以有很重的研究漏水問題 像窗戶的腎水也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建議是從由上而下 由外而內 然後當然結構先處理完之後 才能處理屋頂瓦的部分 然後分級分批的採除 但是我們建議是一次設計完成 然後分期分區域修補 那整個工程規估來講 實際上工程費用大概會在2200萬左右 加上間接的相關費用大概會在2500萬左右 那第一期的部分 結構補強部分 文化局已經核定了整個工程費用是225萬 那文化局補足180萬 其部分我們已經送服了會在5月11號續舍後面的修復設計 那再用的部分來講 對於這個部分 因為它剛好位在那個萬華第一間裡面 也就是圍方街二段 其實對面是青山宮 那對於整個的萬華社區再造 其實它的位置非常的理想 那這個部分我們已經也請更新處進去看過 他們對這個地點非常有興趣 而且另外一個是青山宮著名的夜夜群這些東西 都會經過它的門口 它其實是在一個符咒之地 而且青山宮的廟層其實也非常的小 所以我們再訪完結果發現 青山宮的所有的工程 其實大部分都是利用接勞來處理 那所以我們後續會研究 就是協助繳這個181號1樓 轉為USR更新前進經濟的可能性 那其他的兩步來講 它還繼續沿用原來的使用 它大概會繼續使用出租或使用 那我們會要求那個後續的部分 就不管乘住人都必須進行防火管理 然後做後續的防火的處理 那由這一段來看 既然目前來講 更新處的萬華中正復興計畫來講 在貴陽街二段的這一段 其實是有點沒有根據地 所以我們覺得超北院其實在轉做USR 其實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力點 好 米薩謝謝 好 謝謝建築師的報告 然後說到余輝的委員 對目前這個西部戰略計畫 有沒有進一步的指教 來 郭老師 來 郭老師 我是非常支持這個案子 不過如果最近各位到萬華去看的話 像西部定事上有做出來的 郭皮寮 然後這裡有好多個廟 然後我個人是覺得是說 他剛好在日空呢 貴陽街是臺北的B街 但是貴陽街目前的那個PIVING的狀況 設計的狀況 我都覺得 如果政府或是從哪裡有情 或重新做一個感照的話 那個環境真的是一個很棒 因為我常去那邊就看到很多日本人 外國人 因為是東方人很多去那邊拍照 然後 所以他其實已經那個 那個氛圍已經形瘦了 可是現在是不點的 那我支持這個案子 可是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由文化局能夠擬一個這個大area 包括龍山市附近 青草巷 那整個area當作一個 我們西區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發源地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們來操作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不只是URS那樣的點的概念 以上建議是誰 莫老師的建議我們收到了嗎 莫老師 文化主義還是下次如果有機會 編運算就那個這一區域的古蹟 用那個保存計畫三比七條的防治來做 可是整個街區發展的話 可能還是要把它買成杜發的群 對 但是我們的那個古蹟偉核心的 它是一個上位計畫我們可以做 這個我們一直還沒有在說 這個我們一定會不會在說 好 我們其他委員有一次講 好 沒有法 這個案子我們看過 好 謝謝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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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建築庇址登陸庇址審查及基礎案法 文化審判登陸及庇址審查案法案例 暂理情形 以美國多樂園多獨立委室友管理單位為本土公務局公務部份工程管理處 保障本案受到當地有始工作者關注已久 自由本局品質權應化資料保存法第17、18、18、18 規定啟動化財價值審查程序 等於106年6月26號邀集 召集人、蔡英明委員、蔡英蘭委員、張立正委員及劉淑英委員 辦聯化資產價值剩下專案小組被刊 委員則肯定北方同樂園兼公共日常附屬遊園遺憾換以關價值 被刊進入請委員相互建議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摘要如下 1.北方同樂園系日據時代民眾與官權國務同委員公共日常後 使用家庭同樂園使用為公權服務管制附屬設施 聚增理性價值 畢竟原貌大致保存良好 可見證讓者不可恩之關係 2.北方同樂園位於中山路上邊說 木屋蒼玉除入狗文宿有為國時特原文之外 更把第一位原始興建 具備公園、植物園特色 百億二十世紀初都市公園及休閒生活特色 北方出重要的歷史記憶、自然地貌及生態多樣性依據當地特色 公共浴場開設於1905年、1911年 灣民協力輻射北方的溫泉水道、鐵管道路橋樑及開替北方公園 1914年新設二層樓公共浴場 附屬遊園地設創聖時間仍在討正範圍1 公園內防空好保存完整為不同時期留下的景觀元素 檢證國共時期軍事緊張請建議可登陸為歷史建築 檢測本安地級地形圖請委員參看附件2 其文化的產品價值和古堡爆倉附件3 這是本安地級地形圖 那中間橘色框起來的範圍就是目前公園的範圍 那大概說明一下就是對面就是北方溫泉公園館 然後入口處就是有兩處 它上來這邊就是主要的設施 那這邊是照片 那它是在便臨中山路就是東側的入口 即西側入口比較靠近圓民港的入口 那這是公園內設施溜滑梯 即前方還有大空間 公園內還有圓民房的入口 即旁邊走過來有防空洞的空系統 這是防空洞的入口 即防空洞的內部 我們看之前價值評論報告 位置坐落於北方區中山路 坐落第一號為北方區新一傳二小段 五三一之四部分 五三一之九部分 五三六部分 五三六部分 五三六之一部分 五三七之一部分 五三七之五部分等 六名的地 從今年年紀為日治時期 收權人為台北市華麗設圍 本土公園處 土地使用本區為公園用地 管理人保持意願 目前由公園處在進行定期的維護 而價值分析 依據 106年6月29號 專案小組內臺 是認為 具有土化景觀的價值 次來保持維護 管理為特殊 英文資法規定 土化景觀的維護地產 因由所有全人管理人 使用人管理維護 但目前是有公園處 來進行管理維護 登陸的影響範圍 目前現況是公民重游戲使用 登陸後對現況上有影響 提案第一 你請同意登陸北投兒童樂園 原公共預廠附屬原地 為文化景觀 從公共設施 納入文化景觀 保存範圍 保存元素 本案後續一 文化景觀登陸及廢止審查 辦法第三條規定 招待公聽會 公告事項 在行提送審議會審議 第三 北投公園與兒童樂園相鄰 分別位於北投區中山 入南北兩側 有關北投公園 新大陸 北投兒童樂園 原公共預廠附屬 有原地 文化景觀範圍 或另按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你並提至公聽會 侵詢如眾意見 或續再提送審議會審議討論 等案你提起你的審議會審議 並以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 親不要有 那來不介意 佩服豬樂園 李承 我都學 staff 好 那我們就進入審議 其他委員還有其他的指教 沒有話 我們是不是就你辦一件好了 可以通過 好 謝謝 民意安三判由新北投現在文化價值審議案 依據文化資料保存法第17、18條 普及指定及廢紙審查辦法 意識建築經歷建築登幕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1. 辦理行刑 1916年新北投車站起用 民國77年因興建捷運北彈縣停使 拆除 施青山董事長委託李崇耀建築師 進行測慧查簽至 臺灣民俗村重建 9. 年其本土與民間協力爭取 車站返鄉 經歷多年努力 102年4月獲得新產權人日榮公司 同意補償捐贈車站 車站於103年返鄉 106年重組竣工 目前為由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經營管理 2. 本案於104年7月29日曾提送本市文資會第71次會議報告 經委員討論認為 因當時車站尚未重組完成 簡不明確定著土地位置及建築型貌 決議待重組完成後 試其保存價值在意 會議紀錄請強附件一 3. 本局前於召開新北投車站重組議題公民會議時 北投在地居民多次反映期待能給予車站文資身份 以彰顯車站在台灣文資保存史上的意義 本局稅秉持權一文資法第17、18條規定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於107年2月21日辦理新北投車站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堪 出席委員友、李副國委員等四人會議紀錄想附件2 因本案涉及地方與文世界之意見表達 會搜集委員進行中意見 序於107年3月8日辦理第二次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堪 出席委員包括李前郎委員等五人 會堪記錄想附件3 兩次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摘要請詳見報告書 五. 有關新北投車站第二期工程說明無下 一. 規劃設計系委託賴澤軍建築士勢力所辦理 為搜集地方居民及文世界意見 本局於106年10月21日舉辦新北投車站周邊願景參與式工作坊 106年11月25日舉辦新北投車站C2期工程規劃設計說明會 這等活動討論設計車站月台設計部分概述如下 一. 後續月台設置以不影響七星公園原有活動使用 二. 月台不易過長避免阻隔氣有動線 三. 歷史的印象呈現 結合新的元素及空間景觀以新舊融合的方式處理 四. 月台及相關設施應符合無障礙設計原則 二. 本案預計設增設之車站月台軌道鐵棚 目前無相關繼承材料 規劃月台規模長度約45公尺 形式採新設而仿舊方式增設 六. 本月台既為行塑車站整體意向所增設 鉴於車站本體建物合為完整車站意向 建議將月台納入新北投車站之附屬設施提醒討論 本案文化資產價值移規報告請詳見附件4 此為車站的地及地形圖 藍色虛線為車站本體 車站本體坐落北投區大葉段一小段此事地號部分 此為現況照片外觀內部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基本資料及現況概述請詳見報告書 價值分析 文化局於107年2月21日及107年3月8日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堪 出席文資委員工記9名 出席委員多認為具文化資產價值 四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八條規定 公有文化資產所有人及管理機關 編列預算辦理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余醫補助 車站目前為由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自酬經費經營管理費用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面列補助經費 及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自酬經費 五登陸範圍請想評估 目前委員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經營管理登陸後對現況上無影響 臺灣異地保存並公告為文化資產之案例 臨近戶國殘寺 民國七十三年未配合玉門街開拓工程 將大水寶店轉上玉門街 民國87年台北市政府公告為直轄市令古蹟 二節王宮廟 民國86年因廟體空間狹小 社區民眾需求建新廟 為保存文化資產辦理千人一廟 民國九十一年以藍縣政府公告為歷史建築 禮拜一年其同一能路新北投車站為歷史建築 名稱新北投車站 種類車站 定值為台北市北投區基金界一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的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其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車站建築本體及附屬社十日月台 建物無建號登記 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北投區大葉段一小段死市部分 該比第一號面積一萬七百零八平方公尺 十九地號部分 該比第一號面積九十七平方公尺等兩筆土地 圖鄉後腹 實際保存面積需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五 登陸理由及其法定依據 一 新北投車站原稱新北投城將廠於1916年啟用 為因新北投地區溫泉觀光產業所設立 見證新北投的溫泉產業由日治至今之發展歷程 且譯為新北投地名之由來 在新北投的發展史上升距離十億億 二 新北投車站為日治時期水流層之木造建築中 小數採用哥德式購駕者後續經歷兩次遷移 雖此局部購建立經改變 仍保留原有暫停建築大部 具建築史上之價值 三 1988年因捷運興建工程 新北投車站拆旋至臺灣民族村重建保存 2003年臺北市政府與民間協力爭取車站引迴 經歷多年努力車站終於返鄉 並於2007年完成重塗工程 車站重整與遷移過程 引發設備各界高度關切 在臺灣文化製程保存史上深具毅力 四 符合一時建築經歷建築的陸廢指審查